好 接下来是我们为观众朋友准备的兔年吉祥话 记得周佑轩为我们整理 好 这个礼拜马上就要过年了 那么跟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候 大家都要说好话 尤其呢 像是小朋友如果要领红包的话 当然也要说一点吉祥话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是这只可爱的兔子也代表说 今年呢 就是兔年 所以呢 在这个吉祥话当中 也有人盘点出来几个金句可以做参考 首先第一个就可以看到中英混合的 Happy New Year to you 把兔子巧妙的是融合了 当然也可以放在这个成语里面呢 像是红兔大展一整年 新年开春红兔大展 或者是呢 比较基本的 世事都如意兔兔接吐气 以及兔年大吉大利 好运到哦 另外还有另外两句大家也可以做参考 像是福兔绵延年复一年 而这一句最后的是比较长的 像是玉兔迎春 天心象 人逢泰式 随兔药 大家呢 也可以参考看看 在过年的时候说一些吉祥话 不过进入新的一年之后 旧的钱母要如何处理呢 也请佑萱带我们看看命理师怎么说 好 每年过节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前往庙宇来拿新的钱母 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招财哦 但是如果拿了新的之后 旧钱母该放在哪里呢 命理师就提醒大家了 千万不要把旧钱母给丢掉哦 而且有几项的禁忌 也就是如同我们刚所说的 千万不要转卖 因为呢 这或许呢 是对神明不敬哦 以及呢 或者是放在 不要放在地上 以及厕所等等的地方 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你的生肖相冲的话 也不要戴在身上 那么呢 旧钱母该放在哪里呢 命理师就点到了几个地方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首先呢 就是摆在家中才位 这也就是说通常都是放在大门的斜对角 或者是神刊上 办公桌上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跟财务比较相关的 也就是收银台以及保险箱上头 或者是里面都也是可以放旧钱母的地方 另外呢 命理师也特别讲到了 如果你是有收集十二生肖的话 对于旺财化晒的力量就会更大 好 那么说到各种过年的禁忌 今天我们先看看 现代的健康上的过年禁忌 请又轩带我们从守岁来看起 好 很多人都会在除夕的时候守岁 这也代表说要熬夜超过十二点 尤其呢 是全家人可能团聚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都会大吃大喝 甚至是还会喝酒 但是医师就提醒了 这些呢 都会对一些 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 属于高风险的因素 所以呢 他也特别提醒大家了 在这个守岁的同时还是有健康的步骤 要来遵守 尤其呢 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天气又是比较冷的 如果是有进入室内室外的话 这个温差会比较大一些些 这时候穿衣上面就要特别留意 也就是要注意保暖 而且呢 如果说你是要久坐打牌 看剧的话呢 也特别提醒大家最好是在过一段时间 就要起来活动身体避免久坐 还有医师就提醒要多喝水 当然呢 在过年的期间 大家可能很开心就会暴饮暴食 但是呢 也要特别留意 要比较忌口一点 对于饮食还是要有所节制 当然呢 如果说你本身是有一些 三高疾病的患者的话 最后还是尽量避免熬夜